Big Bang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赵薇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盼了好久终于把赵薇导演盼到了眼前 演员前几位播出三期以来 赵薇应该是用了抢人规则最多的导演 碰到喜欢的演员完全不吝啬表达喜爱 最新一期中还和李少洪导演 抢起了张哲瀚 敢说敢做哭到没边 张哲瀚的台词特别好 他是我到目前为止听到台词 最清晰 然后最准确最好的一位 我抢了好多次都没抢着 张哲瀚你不要让我失望 到了我们的专访中 赵达艳师继续表达对张哲瀚的喜爱 虽然人没抢到 但夸奖不能少 张哲瀚也很好 因为很少有长得好看 这么好看的男孩 能够在演技方面 就是说是能够 就是比较的持平 比如说长得一好看演戏 总是让人捏把汗 对吧 他长得也挺帅的 然后演技也不给他拉分 甚至于还能给他加分 我觉得这一点挺不容易的 果然演技是第一受情来历 好看又有演技的演员 在赵道这里更是超有存在感 不过赵道说了 颜值是把双刃剑 美而不自知才是英道理 各位演艺新星们 还不快拿个小本本记下来 我觉得颜值这个东西 是一个顺利一件吧 我觉得沉迷于自己颜值的 男演员和女演员 通常颜值就变成 它的捆绑 它的绳索了 我觉得一定要帅 或者是美而不自知 注意力其实完全在 对表演的兴趣和研究上 如果你的注意力 在自己的外形 多过自己对表演的 这种兴趣和理解 那也不怪观众骂你 如果长得好看又不会演 不愧是演戏导演两手抓 两手都很硬地招到 敢说又能说 会说话您就多说点 反正已经了到了外貌 整容问题也是时候 讨论一下了吧 我对整容这个事情 不是非常的排斥 当然了 现在很多导演都是说 太多女生做一些 微型微整啊 变成就是演员的辨识度和性格 就是个性化的面孔越来越少 你说导演要拍一部戏 他希望形形色色的 面貌的人来呈现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怎么长得都差不多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有时候希望就是说是 如果大家去整的时候 别跟别人都长得太像了 但整容不是一件 坏事情 但是它是属于那种 如果你的容貌 对你的人生产生了伤害 那整容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医生 挽救了你的自信 给了你希望 但有的很多很漂亮 很自然的女生 她所谓的追求 更漂亮 她去整 那这个医生可能反过来 就变成一个杀手了 所以就整容也是个双刃剑 是的 听赵导的话 清晰认识自己的长相 理性调整 才能在演员这条路上 走得更远更稳 更何况在赵导看来 外貌都是浮云 想做演员 第一位的海市天赋 有时候演员很残酷 他需要天赋 你天赋高了以后 别人觉得 你怎么这么容易 就做到让我们动容动心呢 但有的演员 非得死尽了 观众也是 也打不动 不为所动 所以这个职业 他 他有一定的先天的这种要求 就跟歌手 你妈怎么把你嗓子 声子唱出来 歌这么好听呢 你说这能怪谁 其实演员也是这样 虽然大家好像都在演戏 他其实跟唱歌一样 谁的嗓子好点 还是老天给你的礼物更多一点 拿到了老天给的礼物 还很拼很努力地照导 不但敢说还敢做 这些年他一直在挑战 尝试新的东西 参加综艺演话剧 当导演 一顿操作猛如虎 还谦虚表示 自己只是像个好奇心很重的孩子 也太可爱了吧 我的事业就是做事情 我的这种演员啊导演啊这一路一来 可能跟我自己喜欢求变有关系 我到一定程度我自己会觉得 我老重复太没意思了 我总喜欢给自己专业上有一些挑战 寻找一些刺激 我就是在我的工作方面把胆子比较大 这样让我觉得我永远是个孩子你知道吗 我怎么会有那么多不懂的事情呢 我永远再去做一些我不懂没做过和不知道的事情 我觉得是好奇心比较重这样 赵薇果然还是那个疯疯活活敢爱敢恨的小燕子啊 那就期待一直求新求变的赵薇导演和演员们擦出新的火花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